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是吧 什么事啊 孙修说 老师 我在您这学了不少东西 我个人感觉呢 就修身上来说 我是一位君子 我做人没什么毛病啊 就我对于社会上来说 我也是一位君子 这该管的我要管 我敢于见义勇为 您说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要么种地 年头不好 收获收得不多 后来国君把我叫去了 让我去当官 这当官我可是尽心竭力的呀 该做什么我做什么 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 可不知怎么的 把大家都得罪了 就没有一个人在国君面前说我好话 后来这国君把我一路贬 贬到了乡镇 可到了乡镇 我还是坚持我做人原则 可就连乡下的小官 就那乡官 他也瞧不起我 老指责我 我有时候就想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我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 贬庆子听完这番话呀 一点没着急 他微笑着对森修说了 森修啊 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人来说 要想生存 你应该忘其肝胆 耳目不听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凡事不要想的过多 你要忘记自己有肝胆 忘记自己有耳朵和眼睛 那我不成笼子成瞎子吗 我是说你忘了 不是说你耳朵和眼睛就真的坏了 我估计你这样子呀 你就是在众人面前太炫耀自己了 你有本事吗 有本事 你有仗势吗 有仗势 可是你有本事有仗势 你不必在众人面前宣扬 你立了攻击 不必特别夸耀自己 这样才能生存的安然平和 可你是什么样子呢 你呀 就像举着太阳和月亮 在众人面前招摇而过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光芒 这么招然若接呀 自然得罪很多人 一得罪别人呢 就在国军面前说你坏话了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所以招然若接的成语啊 就这么流传下来 他指的是把太阳和月亮举在头顶 在众人面前走过 这接就是举着的意思 到了现在呢 引申为事情已经曝露 没法隐藏的意思 好 现在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